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 大家好,我是依依 有些人身体上的毛发非常的多 他们不但头发茂密 就连胡子还有身体上的寒毛都是非常多的 其实在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也有毛发 那就是鼻子里面的鼻毛 我们都知道鼻子是我们身体呼吸系统中很重要的一环 这种鼻子里面的鼻毛也是相当的重要 这些鼻毛可以过滤空气中的粉尘跟杂质 它们可以让我们呼吸到的氧气更加的优质 但是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比较尴尬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的鼻毛长得太长了 有些已经伸出鼻子了 对于我们这种伸出鼻子的鼻毛 是应该拔掉还是应该剪掉呢 这个可是得搞清楚再进行处理的 一还特地的问了问身边血医的朋友 如果是强行的把鼻毛给拔掉 是会对鼻子造成一定的损坏的 尤其是在春天 很容易就会对呼吸道造成一些疾病 但是用工具把鼻毛剪短就没有这些问题 你们剪过鼻毛吗